在联合国大会的场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中共外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谈90分钟 美方新闻稿指出布林肯向王毅强调 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并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的安全繁荣至关重要 而在会见王毅前布林肯先与日本、印度、澳洲四国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议 四方取得共识发布联合声明表明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或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时也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从美国、欧洲等国一周以来的公开发言和外交行动观察 中共绝对难以用任何此早遮掩破坏台海和平的事实或粉饰改变现状的野心 新唐人雅的电视成为魔罩婷女整理报道 新唐人雅的电视成为魔罩婷子